那么台北市政府和远雄大巨蛋原定是要在今天上午10点 就远雄提出的公旗展颜来进行仲裁 不过远雄选任的仲裁人施一方是临时辞任 而远雄也感到十分的错愕 因此在今天仲裁庭取消 为此远雄表示尊重施一方的决定 我想今天的这个仲裁会 那到现场之后我们才知道这个施先生是仲裁人 那他临时的辞任 那当然有他课程考量我们也都尊重 那我们会在退派另外仲裁人之后 那么再进行 远雄表示最近都没有与施一方联系 对于他的辞任决定表示尊重 也说之后选任其他仲裁人之后 会再与市府的仲裁人来进行仲裁后续事宜